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們來講這個 正四面體的扭計式 這個 這個 跟我們這個 對比 這個三角形 好像很奇怪 但不要被它騙操 其實這個三角 比正方更容易 為什麼 我們不要被形狀嚇到 說少少廢話 就是這樣的 我們說 其中一個扭計式的難度是怎樣去分的呢 一來就是 如果它是奇形怪狀的 難一點理解就難一點 如果它是比較公整 就是這個 正多面體 就是有五款的正多面體 這個是 正立方體就容易理解 這個三角形 就是看上去醜一點 但是實際上 我們說 有另一個東西去判斷 我們說 就看一個層數 什麼叫層數呢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 這個叫三層 這樣是不是一層 這樣就是第二層 上面就是第三層 所以 這個 就是正立方體的三階扭計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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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一層 中間 這裡有樓 這裡 其實是兩層 對不對 最後這一顆 就是第三層 但是 我們會發覺 最頂這裡 其實它是自己 頭頭轉 所以 其實 這一層 是形狀虛設的 所以 其實 整件事 並不是想像中 那麼複雜的 基本上 我們當它兩層 做得OK 那 不如我們就 開波 首先 扭亂它 這樣 扭呀扭呀扭 扭呀扭 首先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 我們說 這些頂 這些位置 我們扭一扭 就已經可以對回側邊的顏色 紅 紅 綠 綠 而這裡就黃黃 當然 另外那三隻角 都是這樣做的 扭過來 就是綠綠 紅 紅 藍藍 搞定了 這隻 也是這樣扭的 藍藍 紅 黃黃 搞定了 這裡 這一隻 扭過來 綠對綠 藍對藍 黃對黃 這樣解釋 已經KO了 接著呢 我們要講講 這一款式 我們說 會先做了一個十字 對吧 我們說做了十字 就是說做了邊 然後再做角 為什麼我們當初會這樣做呢 我們說 我們當這個底層來看 其實我們這裡 這裡 當這一層搞定了 我們這裡打上去上面扭 的話 扭上面那層 下去 其實只會拆散了一隻角 其他那八顆是沒有散的 對吧 當然你說 哪走上來都可以 走上來上面拆散下去 都是只有這一顆散了 其他沒有問題 讓我們看看 那如果這一款去到鋼呢 如果我們說 可以拆這裡 如果我們只是拆這一顆 可以嗎 其實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打上去的時候 我們上面一扭 另外這一顆都會拆散了 這一顆呢 是來自這裡的 對吧 那就是說會拆散其他的東西 但是 我們說這一顆呢 就這樣拆這一顆可以嗎 就這樣拆這一顆就可以了 我們打上去扭這裡 這個下來 底層來說 只是這顆動了 因為我們這一顆 打上去 後面呢 即是本來這邊的東西 其實是放在底的 放在這裡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 對吧 所以我們這一款式來說 我們會選擇先做這些位 這些位 這些位 最後再補回這些位 這些位和這些位 這樣去做 那怎樣呢 我們實戰了 不如我們還是先找一隻顏色 對吧 我們還是叫找黃色 找黃色去做底 然後就隨便抓一隻角 這裡 那我們發覺這一邊 黃色 這邊是紅色 這邊是藍色 我們找另一隻角 咦 這裡帶有紅色 帶有紅色代表什麼 代表他應該在黃色在底的時候 應該是靠 靠這邊的位置 但是呢 我們發覺一扭 下了去 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先把它扭到頂上 因為同樣地 我們還原底的時候 頂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對嗎 頂可以這樣扭扭扭扭 沒有所謂的 所以呢 可以扭到 扭到 這個 黃色對著我們 一扭下去的時候 黃色就變成在底 這裡的紅色就對齊了 然後就會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 其實很簡單 這裡扭一扭 你會發現黃色已經對齊了 對不對 所以下面呢 這一層呢 那個的 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搞定了 但是發覺 不是啊 還有這些隙間 這些隙間 這些隙間 怎麼搞呢 我先拆開這個 這三個隙間 還沒搞定 那為什麼去組裝呢 很簡單 我們說 拉上來 然後這裡轉 可以換另一顆 我們就用這種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呢 會想去 從上面那一層 去找一下東西 有沒有帶黃色的 有 黃藍 黃藍在哪裡呢 黃藍應該是這裡 這個位置 底層是黃 這一層 這裡 這一面 藍藍藍藍 這一邊 應該是黃藍 對不對 所以呢 同樣地了 這裡 藍色對著自己 黃色對著旁邊 那我們這裡 打上去 拿過來 是不是黃色對黃色 下回去 是不是藍色 藍色 那就對了 當然啦 如果方向調轉了 這裡的話 這裡拿上去 扭過來 拿回去 其實它的方向是會反轉的 所以呢 也是一個方向性的問題 如果你一邊 你可以試一下 一邊發覺 哎 方向錯了 那就調回兩個字的方向 對了 但是如果 你記性好一點的話 就背一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 其實只是藍色 對著自己 黃色對著旁邊 即是類似我們 類似我們做這個時候 我們不是說 類似我們做角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說這個 黃紅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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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應該是這裡 我們說 紅色對著紅色 黃色在旁邊 然後就可以上拉下去 其實這個理念 很類似是這樣的 是根本一樣的理念 所以我們呢 就會選擇 藍色對著自己 黃色在旁邊 放上去 吞過來 拿回去 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 其他就做完 黃紅的這顆 黃紅 黃紅 我們會發覺 它應該是這個位置 底黃 這裡 紅 所以黃紅 應該是這裡 那 上去 接人 拿回來 那就搞定了 同樣道理 我們說 底層 其實有一塊 我們可以崩掉 不用做它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底層已經搞定了 底層不動 上面在轉 其實我們發覺 這些位置 是沒有辦法去還原 是不是 那就糟糕了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就先把它崩掉 然後就看了 剩下這三個邊 是不是 剩下這個邊 這個邊 這個邊 還有這個邊 我們怎樣做呢 都是那個理念 用下面這個崩了出來的 這個位置 去填補它們 那為什麼要填呢 首先看一下你們這顆 我們這顆 就一定是 沒有黃色 才是適合上面玩的 同樣地 如果你說 一開波 如果是有黃色 怎麼辦 有黃色 你就隨便打一顆 不對數的下來 就是上面 隨便拿一顆錯的下來 對嗎 來看我們這顆 是紅綠 我們找回上面 看到嗎 這裡紅 這裡綠 記住 因為上面 現在可以轉 所以我們看顏色 是看上面 這裡紅 這裡綠 所以這顆是紅綠 你不要看下面 為什麼呢 這裡看下面 這裡紅 這裡綠 是否去這裡呢 不是 這裡是什麼 這裡應該是藍紅 所以我們要看上面 對不對 那就是說它要去這個位置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看角度而已 那其實呢 就是不同色 對上去就對了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紅綠 就對了 如果你呢 方向錯了 這樣對上去呢 那這個呢 紅綠 就會是 方向錯了 對不對 那同樣都是方向不對 對上去 這樣對上去 其實有類似我們說 這個呢 還原第二層的邊 的時候的情況 我們說呢 譬如這顆 橙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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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這個位 橙綠 來這個位 我們說呢 不同色對著 這樣解完之後 它就會對方向 如果你同色對著 這樣對上去之後 方向就會錯了 所以同樣地的原理都一樣 這裡我們呢 要紅綠 不同色對著 對上去之後 就會合回色了 接著我們下一步 怎樣做呢 在上面找些不關事的下來 找些未搞定 又沒有黃色的下來 譬如這顆 這樣吧 這一顆呢 你不要以為要搞定了 這裡綠 這裡藍 這個方向錯了 總之拿它下來先 不要說那麼多 那接著怎樣做呢 我們說綠藍這個方向是錯的 那就打它過來 這裡對手就對了 對不對 接著再拿其他不關事的下來 我們發覺其實已經 搞定了 對不對 最後拿回頂 對不對 那其實呢 同樣地 會有 會有 一些 這樣特別的情況 只有一個 就是 就是說 這裡基本上 整個差不多還完了 只不過我們說 這個底 它的位置是正確的 只不過它的方向 就是 調轉了 這個方向 也是 倒軌了 那怎麼辦呢 都是同樣的理念 我們說 其實就是類似這個情況 我們說 這裡頂層 這個綠白 搞定 綠橙搞定 綠藍 藍白也是搞定 我們說這裡 其實呢 紅白的方向 掉轉了 這個紅藍的方向 也是搞定了 我們會說 是叫做 將這顆 拿下來 然後再調轉 方向 對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那所以 同樣地 這裡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 首先將這個 拿它下來 跟著 扭回來 從這個方向對上去 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 紅綠 跟著 當然 我們要拿回 這顆 大黃色 其實呢 就OK了 最後撿手未來到說 就是留在上面這個位置 就對齊了 所以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是嗎 所以明顯地 是簡單 這次就介紹了這個 我還原方法 如果你是想 表演一下 可能 人家 不太熟識 扭回來 那你用這個 去表演 就可能會好些 效果上 因為為什麼呢 它看起來好像是複雜些 但是其實它很簡單 所以 都騙得閒人 所以 都是這個 都是好介紹 不過這隻 可能 難買一些 好了 謝謝收看 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一下 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一下 喜歡就like 那 今集來到這裡 拜拜 其實 有什麼意見可以 是 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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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